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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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不是军委委员 所以也就不在元帅人选之列 也就是说 在初不拟定的元帅人选名单中 大元帅军衔就是授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元帅军衔即授予朱德等11人 8月19日中共中央正下局会议 批准了军委提出的授贤名单 彭德怀和罗荣华 宋任琼等待为起草国务院总理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承请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 函稿 9月3日 罗荣华等将起草的函稿 承周恩来并刘少奇审查修改 并提出由国务院秘书处 转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 该罕草中赫然这样写着 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 贺龙 陈毅 邓小平 罗荣环 徐向前 聂荣真 叶剑英等11位同志 军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授贤 授勋典礼 将在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前举行 那时 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就不会是后来的十位 而是十一位 这十一人中 多出的一人就是邓小平 按照这份名单 朱德是红军之父 是当仁不让的帅手 邓小平位列第七 排在陈毅之后 罗荣环之前 位置并不低 的确 邓小平无能是能力还是资力 都完全可以与其他十人比肩的 他在1929年12月就领导发动百色起义 任红西军政委和前委书记 1934年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12月任八路军129市政火 同师长刘伯成领导 创建禁忌与抗日根据地 1945年任中共禁忌鲁裕中央局书记 禁忌鲁裕军区政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 同刘伯成奉命指挥禁忌鲁裕 部队反击国民党军队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6月 同刘伯成帅禁忌鲁裕军区主力十二班大军强度黄河 实施战略反攻 1948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 同刘伯成 陈毅 素语谭鲁裕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 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 淮海战役后 任第二野战军政委 1949年4月 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奖战役 攻占南京 后又与刘伯成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一句话 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 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等方面的功绩 是完全符合平定元帅军衔的标准的 可是 我们都知道 后来邓小平并未再开过元帅之列 这 又是什么原因吗 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 邓小平主动选择了退出 事情是这样 作为军衔平定主要负责人 之一 的宋任琼后来回忆说 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 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 在内的常委会委员 们纷纷发言 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 是人民切放军的缔造者 指挥许多重大战役 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应该给他们授贤授勋 同时认为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 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 并授三个一级勋长 可毛泽东明确拒绝了 他说 你们搞平衔 是很大的工作 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根据国籍上的经验 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 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 多不说服啊 到群众中讲话 活动 多不方便啊 依我看呀 现在在地方工作的 都不凭军衔为好 承认 平衔工作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难度最大 最伤脑筋的 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 全党 全军乃至全国都对这次授贤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对这次授贤工作能否公平公开 能否真正做到了赏发分明也是十分关注 基于这种考虑 毛主席率先做出了表率 坚决辞掉了大元帅军衔 在毛主席的带头下 很多人都在这次授贤中 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风格和无私精神 非常配合军衔平定的开展 对于给不给 给什么样的军衔极其豁达大度 罗荣环就专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 说自己参加革命教完 对革命贡献不大 恳请不要受给自己元帅军衔 徐向前也写信请求将贤 他说 我们是幸存者 许多战友牺牲了 如果他们不牺牲 元帅 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徐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 寝食不安 三次写信申请将贤 论德 财 资 公 我佩戴四星 能心安神静吗 不要说同大将们比 心中有愧 就是与一些年资教身的上将比 也自愧不如 为了公正 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 各位副主席申请 受我上将军衔 令受功勋捉住 折以大将 此外 素玉 徐 丽清等等都主动提出了给自己将衔的要求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国务院副从理 听了毛主席说的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凭军衔为好 觉得自己没有在军队中任职 则主动退出了军衔平定的行列 另外 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陈毅任国务院副从理 李先念 谭真林 邓紫辉 张领成等等 也都转入地方上工作 同样围在军队中任职 也都纷纷退出了军衔的平定 这么以来 原定的十一位元帅 因为邓小平 陈毅的退出 就成了九位了 不过 周恩来经过反复思量 考虑陈毅当时与以后的工作 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 他说 军衔授予 对陈毅同志 现在和将来的工作 均无不变之处 平时可以不穿军服 必要时再穿 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 也有元帅衔 现在他做部长会议 主席的工作 就不用元帅投衔了 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这样 9月16日 国务人第18次全体会议讨论 并通过授予解放军有工人员勋章 在第一批名单等问题时 主持会议的陈云说 有些同志曾长期在解放军中服役 现在转业了 没有授予军衔 授元帅的同志定位 也不是可以授予的兜首 如邓小平同志 在革命战争中 对建军和指挥作战都是有功的 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考虑可以授予 但他现在的工作 主要是做中央秘书长 搞得元帅不好 他自己也认为还是不授予好 毛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可受大元帅前 但经中央和毛主席本人考虑 还是不授了 将来需要 什么时候授都可以 同一天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致含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授予朱德等十人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9月23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 第22次会议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审议了周恩来的建议 决定授予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成 贺龙 陈毅 罗荣桓 徐向前 聂荣真 叶建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也就在这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 发布授写命令 9月27日 在中南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 嫌疾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 朱德等时人被授予元帅军衔 最后补一句 虽然邓小平主动汇出了元帅军衔的评选 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有关部门在编撰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过程中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六十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 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定 正式确认了三十三位军事家 为参加一九五五年平衔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分别位列第二、第四位 而杨尚昆、李先念也位列其中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